针对各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度评比 远见杂志每一年都会选出五星县市长 今年获得五星的县市长一共有五人 包含了新北市长侯友宜 屏东县长潘孟安 桃园市长郑文灿 连江县长刘曾映 以及未免五星殊荣 另外花莲县长徐真卫 今年也重回五星宝座 台北市长柯文哲得到3.5颗星 在六都里是敬陪莫座 但他认为自己带领的台北市 在很多项目中都已经改善不少了 台中市长卢秀燕 则是唯一满意度跟施政分数 都上升的六都市长 元件杂志公布最新县市首长民调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六都里面 和高雄市长陈其迈一样 获得3.5颗星 不过台北市个别项目来看 有好几个都是倒数第一 道路交通公安观光休闲 也是倒数第一 最奇怪的是经济就业 台北市也是倒数第一 可以改进了就尽量去改进 直接用客观数据 台北市在过去这几年进步很大 而每年都会有的五星县市长屏蔽 今年在人民感受中 防疫成绩影响不小 六都里面拿到五颗星的 有星北市长侯友宜 以及桃园市长郑文燦 那我要特别谢谢市府团队 非常用心地处理好市政跟防疫的工作 桃园升格以来 是全台湾成长最快速的城市 另外2021年拿到五星的其他县市首长 包含屏农县长潘孟安 以及连江县长刘增映 还有重新拿到五颗星的花莲县长徐正伟 不过这回侯友宜以81.5的市政满意度夺冠 但比去年还是少了5.6% 那市长不知道有什么想法 好好做事吧 赶快把疫情守下来 现在在警戒二级 其余受瞩目 今年逆势上扬的白里猴 轻易色是女性 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是六都唯一满意度 和市政分数都上升的 县市首长任期刚过一半 又碰上防疫大作战 民调也是另类的 其中考成绩单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